这位94岁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人 你还记得吧 他那光荣历史让朋友们无比崇敬 有人说老人不像94岁的 这期视频呢 老人讲述了他的健康长寿妙方 只有两个字 来请你一圈三连 听听是否对你有帮助吧 94了 你看看 我七十岁还跑马拉松 啊 真棒 七十岁跑马拉松啊 哎哟 七十岁还能跑马拉松 有怀佑跑到命运 在命运跑到怀佑 真棒 你太阳太阳了 怎么这个身体这么棒 就有两个字 嗯 平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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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平衡心境平衡 人是平衡 要教你平衡呢 我三天教不过 真重要 你心情不平衡 一天又生气 对 我一常委都不消化 对 不消化你吃不进 你营养缺乏 那不行啊 然后呢 你看 人是平衡 吃了你得排出去 吃了好多的 你看就包括原料和营养 有些 有些原料 变成糖分 有些 营养的 都在血管里头 这些 在血管的血管 不派吃 叫血脂变厚 变臭 一抽流血 就 流动荒慢以后 血压成高 长期下去 变成糖尿病 哦 嗯 特别危险 对 两个 就是一个孩子 两个人都工作了 儿子上班了 我有钱 不吃 你干什么 吃了三次一 火鸡都给你吃 这个到时候 很危险 一烫药病 你搞这样就喝鸡了 对 应该这么多了 所以人事平衡很重要 嗯 就要运动 嗯 运动呢 就要发出很多的力量 力量就会 消耗谁上的 汤飞 对 一小时他学汤就低 真是 那么就就会唱唱售 你听着吗 真好 您看 老人能在94岁的高龄 依然保持这样好的身心状态 和他总结的平衡很有关系 其实呢 平衡是一种和谐 一种艺术 更是一种境界 让我们共同祝福老人 更加健康长寿 也祝福有幸 看到视频的朋友们 学会这种平衡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